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2 今天是12月19日星期一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科技资讯吧 近日有网友送出了一张据称是iPhone8的大致外形渲染图 从图中来看 新机正面取消了Home键 指纹识别或将隐藏于屏幕下方 背部摄像头依旧突起 至于可信度 大家看看就好 另外据韩美消息 三星将为明年的iPhone供应OLED显示屏 但总量不会超过1亿块 这或许意味着下一代iPhone可能只有一个版本 或者说只有高配版才会配备OLED显示屏 此外 从苹果最近的招聘计划来看 苹果目前并没有打算完全放弃LCD屏幕 因为至少在3-5年内LCD在成本上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 这能帮助苹果创造更高的利润 毕竟苹果还是科技行业最会赚钱的公司嘛 此前索尼宣布将参加即将开幕的CES大展 现在有爆料大神就送出了一组所谓的新版Xperia XA的外观渲染图 从渲染图来看星期一就采用了双面玻璃的三明治设计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当然为了增强握感该机 正反面会采用2.5D弧面玻璃 且会继续使用超窄边框的设计 但由于额头和下巴太宽 所以整机的屏占比并不高 而在配置方面索尼将坚守骁龙820平台 同时这款XA还将继续使用祖传的3G运存 所以配置这块只能靠各位索粉的信仰来弥补了 此前有效医生 Samsung Pay将很快在国内支持公交卡功能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 今天该功能正式迎来了公测 只要支持Samsung Pay的机型 在应用中购买虚拟卡即可马上使用 据悉该功能只要在手机有电的情况下都可以刷卡 无论是吸屏 亮屏 甚至关机都可以进行使用 当然也不用联网 十分的方便 目前该功能仅支持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 且为限量公测 不过开句玩笑的说 各位刷卡的时候注意安全 别把公交车给炸了 对了 说到三星 今天有效一称 目前已经确定三星Galaxy S8 将推迟到明年4月份再发布 所以想入手的朋友还得再耐心等等了 今天有网友在微博上曝光了一张 诺基亚即将发布的星机叠照 星机貌似采用了全金属一体成型的机身 然而我们在正反面均没有看到指纹识别 至于会不会放在侧面的电源键上 暂时还无法确定 据悉星机将搭载骁龙835处理器 内置6G的运存 后置2300万卡尔蔡司镜头 这样的配置各位觉得应该卖多少钱呢 在几个月前 魅族在国外上线众筹了一款名为Gravity的音箱 其极具未来感的设计 一上线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 于是非常轻松地完成了众筹目标 眼看着发货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 魅族却突然宣布跳票 称由于超前的设计理念导致其生产难度极大 最快也要到明年第一季度才能发货了 依小编来看好东西是值得等待的 但魅族方面是不是也应该为此 对支持者做出一定的补偿呢 即将在本月26号发布的经历M2017 却在今天的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提前亮相 和之前曝光的一样 星机正面采用了双曲面屏设计 而且弧度还非常的大 背部覆盖类似皮革材质的包裹 顿型凸起的中央设计有双摄像头 闪光灯以及精力开口笑的logo 据悉新机将配备5.7英寸2K显示屏 搭载高通处理器 提供6G的运存 最给力的是内置了7000毫安式的超大容量电池 而价格也有望突破5000块 毕竟这是专门为成功人士打造的高端机型嘛 无灯屌丝估计是买不起了 最后来个更贵的 现在各种定制限量手机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 但现在国际大IP故宫也出手机了 据悉这款手机是由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合8848一同打造 背部采用18K镀金加镂空浮雕工艺 配上小牛皮 只能说是土豪气息十足 配置不多说 毕竟这不是一款卖配置的手机 至于价格自然不会便宜 定价19999元 全国限量999台 所以各位好 你不来一发证明一下身份吗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内容咯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 欢迎大家访问 我们的官方网站 当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Vager获取最新的推送 科技资讯为借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